Lot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Lot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Lot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Lot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Lot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蠻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就有一宗新聞就是剛剛在新加坡發生 也都有我的聽眾通知我 就說新加坡的媒體是很高調和大蝙蝠地報導這個新聞 我看完之後就覺得值得拿出來說 因為這個跟香港23條立法有關係 亦都是跟很多移民了去外國的香港人 又或者大陸人 還是深系祖國 究竟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的 那個後果是怎樣呢 那情況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人叫陳文平 香港人來的 被新加坡指 他會容易受到外國勢力影響的傾向 亦都是願意促進他的政治利益 為防範外國勢力干擾 新加坡的政治 那時候呢 政府就打算將他 視為 巨政治影響力者 什麼來的呢 這個呢 原來就是 通過了一個法例的 是防止外來干預的法例來的 防止外國勢力通過本地代理人 干預新加坡的來政條文 在去年的12月29日生效 那就 會將這一類的人 是視為最具政治影響力者 就是politically significant persons 簡稱叫做PSP 如果將他立入變成PSP之後呢 他就要披露 要求他披露 就是有沒有受到 外國政治勢力傾向的影響 有那些政治利益是些什麼等等 現在就已經是向 陳文平發出了通知 將他列為 巨政治影響力者 於是如果是確定他這件事的話 就要按照要求 每年向新加坡 當局應該是內政部 披露一些訊息 包括 國外的關係 和移民福利 收取或者接受 超過 或者等於 一萬元波子 或者更多的 政治獻金 全部都要披露 因為陳文平本身 已經歸化了 歸化了這個新加坡籍 結民了在新加坡 不過為什麼會將他 變成這個 所謂 PSP political Significant Person呢 因為 那些 心是祖國 而文出 仍然是心是祖國的人 他是什麼人 其實他是新加坡 香港商會和九龍會的會長 也是一個地產公司的總裁 也是房地產公司的一個執行董事 他是 新加坡在 北京投資中心的首席代表 做很多生意的 中年教育的創辦人 China Link Education Consultancy Limited 他做了中國政協 去年三月他用中國全國政協海外列席代表身份 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兩會 針對海外華人 接受 大陸媒體華人頭條的專訪 兩會是人大和政協 他在訪問中說 移民了新加坡已經33年 也大概是1990年左右 在香港移民到新加坡 1993年就變成新加坡公民 他接受訪明的時候說 我身在海外 能夠聽到各種聲音 深刻感受到 誰控制傳播渠道 誰就有話語權 他說在中國的國際輿論戰上 常處於劣勢 西方媒體大量混合中國 因此不能只靠外交人員 在公開場合 傳達官方的資訊 還要組織動員海外敢講公正公義的人士 加入 講真相 真理故事的行列 去揭穿 西方假新聞的虛偽 這位陳文平說 在海外要講好中國故事 傳承 傳播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 是我們海外僑胞 不容辭的 易不容辭的責任 他說海外華人 個人的影響力微小 需要團結 他就建議 各個華僑組織成立聯盟 在各省市僑辦的協助下 每年 在中國或者國外組織一次分享交流會議 甚至是峰會加深彼此的了解 增進華僑之間的友誼 迎 迎深聚力 為講好中國故事來 貢獻力量 然後他就說 我希望大家 心是祖國 四海一家 為講好中國故事 盡自己的一分力 現在他也搞了他的教育機構 世界青年走進中國 認識中國 探索中國 等等 也跟深圳 大學一起 搞不少的 活動 中國駐新加坡市館總領事 也在Facebook說 2022年 說他 自己受邀參與的課程說明會 讓深刻感受到 大家對中國文化的熱愛 和對中國發展的 信心 這位陳文平 在訪問中也說 他的社交媒體帳號曾經 因為反對分裂國家的內容被封殺 根據香港電台新聞網的報導 2019年的時候 跟20個香港 市民到灣仔 警察總部裏 送一萬包飲品 和紀念牌給香港警方 感謝警方 嚴正則法 破壞香港的法治 美化這個暴力 是 絕對不能容許的 要防止外洛勢力干預 換句話來講 這位陳文平 雖然三十多年前已經移民到新加坡 不過是香港人 他也在香港 所謂反對黑暴盡了很多力量 有錢 而且 也參加全國政協 講這個深系祖國 說好香港故事 很高調的 很高調 我想新加坡有很多這一類人 很多 在西方國家也有相當多的 跟Dr.K 在St.Pancris International 大家有衝突 那場鋼琴風波 都是這一類人 I am also British 不過都是深系祖國 現在問題的關鍵 即是很多這一 總共的人 譬如新加坡是一個很反共的國家 李彥龍已經這樣說了 即是你是 新加坡人 你是華人 你是新加坡人 你不要想著落葉歸根 你要落地生根 你要對新加坡有歸屬感 你要效忠新加坡這個國家 但是華人真是很嚴重的 華人真是很嚴重的 移民了去外國幾十年的 包括在加拿大很多藍絲 有些香港人移民過去 大陸人移民過去 他視他的祖國 他視他的祖國 好像葉劉說的 都是中國 不要緊 你來源地在那裏 沒有問題 但是 他不知道做一些事情 別人的國家是會很忌諱的 即是新加坡這樣 他很害怕 很害怕 即是當你那裏那麼多華人 這些華人不是認同新加坡 不是認同新加坡的國策 這個反共的國策 而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策的時候 那麼新加坡 就會當這些人 是一種潛在的 一個威脅的力量 甚至覺得他是特務 很多國家都有的 所謂外國代理人的登記辦法 譬如你在 在美國也來 你一些大外宣的媒體在那裏 就不停地說好 中國的故事 不停地說好 為了我講好話 也都會受中國的政治影響 不是一些 獨立運作的媒體的話 他要你登記為外國代理人 我覺得 新加坡這個做法 會對於很多 仍然是深系祖國的 無論是在香港移民過去的 在中國大陸移民過去的 已經歸化了新加坡的國籍 新加坡的公民這班人 是會受到很大的衝擊的 我覺得將來應該要做 我覺得做是很合理的 應該這樣做的 但是23條立法的時候 其中一個叫 境外干預 境外干預是什麼呢 連日來 都在香港會有很多的討論 什麼叫境外干預呢 在這個 資訊文件裏面也都提到 不同的國家 有提到這個 新增的境外干預罪 也都說到 英國呀 新加坡呀 加拿大呀 但是 在這個 我看見媒體的報導 本來 香港是考慮 好像新加坡那樣 如果發現 你是一個香港人 或者是一個香港機構 和外國有個聯繫 覺得你是 政治上面有影響力的人 或者受外國的勢力影響 那我就 要你登記 要你披露你的資金來源 要你去說 你和這個外國的關係是怎樣 後來就說 取消 不需要要你登記 是定下來的一些 相對地比較模糊的東西 就是說 針對就是 配合境外勢力使用不當手段 帶來以下的干預效果 比如影響 中央政府呀 特區政府的 執行政策或者措施 干預香港特區的選舉 影響立法力行職 立法院的功能等等 什麼叫做 境外勢力呢 參與某項項 境外勢力策劃 或其他方式的主導活動 代境外勢力作出行為等等 那什麼叫做不當手段呢 明知作出 而作出關鍵的陳述 使用 用 威脅使用武力 還有 摧毀或者損毀 或者威脅損毀任何人的財產 使人們蒙受財產 呈損毀 使人們名譽受損 使人們精神受創 或者過份受壓 如果像新加坡那樣 點了一個機構或者一個人的名字 這個人因為參加大陸的 這個組織 政協 要說好中國故事 或者參加美國 如果他 你當是香港就當是美國 清清楚楚 但是現在這個 模糊地帶是非常之多的 譬如陳述敏提出 香港某些學者和一個美國的學術機構研究 這個 新冠病毒 的來源 發現這些來源是來自某某實驗室 中國的某某實驗室 中國就強烈 否認 然後強烈抗議 堅決反對 那麼這個學術機構 兩個學術機構 一個是外國的一個本港的 那個研究的人員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原因 因為研究的結果 中國是不滿意的 覺得是抹黑的 是抵毀的 就會變成 勾結境外勢力 去干預 中央政府或者特區政府的施政 有人問鄧炳強 不是 這個是學術機構 不是受這個外國勢力的影響 都是學術機構 不是外國政府機構 好了 他這樣就回答了 即是很口輕輕地回答了 如果這個機構 不是純粹一個學術機構 別人外國的 所謂的學術機構 都可能是收政府錢的 譬如這個實驗室有政府資助的 那算不算是一個政府機構 如果這個 外國的實驗室 受外國的政府資助 而香港的 學術機構 是跟他聯合 研究的時候 會不會 被視為境外干預 模糊地帶就是在這裏 人家新加坡這個做法 或者新加坡的做法 和美國 所謂外國 代理人的做法是很相似的 相對地是 那個模糊地帶是比較少的 斷帳 你參加 兩會 然後就不停地接受訪問 說要聯合什麼 僑胞 要說好中國的故事 新加坡說你會不會影響我們這個國家的 政策 問這個問題 因為你 實情是參加了那個外國的 即是說中國 對於新加坡來說 其實是政治組織 法律的東西 對於這個管治者來說 他可能越模糊就越好 越模糊的權力就越大 涵蓋的面子越廣 那個網 會殺到到處都是 如果網的洞 是很小的 大魚小魚 都會罵到 但是如果你越具體 越清晰 你就會越難 去涵蓋 所有的人 在權力的角度 使用角度來講 當然是越模糊 網越小 就越好用的權力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所以你 所謂墮入 發網的機會 非常之大 人家新加坡清清楚楚 這個就叫外國代理人 為什麼他會是我的代理人 因為證據確鑿 在公開的 這個新加坡媒體 都看完了 的場合 是聽到他說什麼 看到他做什麼 就視為外國代理人 我相信 這些小粉紅 這些五毛 陸陸陸陸 是會被 指為 外國代理人 在政治上 重要的 有影響力的人 我相信也會 無論在新加坡 或者其他國家 都是 所以這些新是祖國的 移民去 外國的人 大家就需要 看著 你不要在 覺得 我要利用這個國家 給我的法治 自由 民主 人權 去做一些 去危害這個國家的事 這個呢 其實有很多的小粉紅 都是在做 類似的工作 這節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深圳有快的頻道 謝謝你收看 再見 請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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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